新竹市屋林30年以上老旧住宅就有5万户 新竹市政府从104年起推出自主都市更新辅导计划 由都发出成立辅导团队 积极辅导社区争取中央经费 位在水源市场一旁的交大华夏社区 经过多年的整合 终于获得内政部2000万元的补助 基本上新竹市这种中低老旧公寓这种户数 还有这种30年以上屋林的户数 依照营建筑统计将近有5万多户 那如果现在市民朋友有这样的居住形态 其实可以第一件事就是来先成立管理委员会 因为这个补助对象 它主要是针对管理委员会来做这补助 那成立管理委员会之后 就可以依照我们现在是委托中华大学的辅导团队 来研拟这个计划书 来提送这个中央 那其实整个步骤 其实大概就是分成三步骤 第一步骤就是先凝聚共事 乐观它就可以开始进行施工进行改善 补助范围包含外墙拉皮 骑楼整坪或门廊修缮 直栽绿美化街道家具设施 维护公共安全必要之公用设备修缮及更新 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 提高建物耐震能力等项目 那就以交代华夏这个案例来讲 它们原本电梯已经用了20年 那电梯这种常常有电缆机械故障 有公共安全的问题 那借由这个补助来改善这个最基本就是居住要安全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建筑物的外观 瓷砖剥落 这会影响到基地外围的这个行业安全 及肚子安全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比较大家通常关心的 就是所谓这个房价 竹竹苗区首建成功争取经费都更案 背后最大功成是社区热心的住户们 从105年起密集和辅导团队磋商 在市府协助下 106年协助争取到内政部补助规划 设计费201万元 邀请专业建筑师协助规划 最终正式核定得到2000万元补助 凯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